《華人世界》 《華人世界 我們的家》 海內外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節目 我是主持人王周 視線聚焦美國 我們想 Route 我們想要 您现在看到的是上周四 在纽约福克斯新闻大楼前 举行的一场抗议集会 数十人高举这并不好笑的标语 抗议此前 福克斯新闻台播出的辱华报道 3号 在福克斯一档名为 《奥莱利事实》的节目当中 记者沃特斯公然讽刺 嘲笑亚裔群体引发了重路 两天之后 沃特斯在社交网站上道歉 他表示 自己在华步街头采访是为了搞笑 如果冒犯了任何人 他感到遗憾 这引发了亚裔群体的强烈不满 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 纽约市议员陈倩文 顾雅明 纽约州65选区众议员候选人 牛玉林等 也在现场发表声明 谴责沃特斯带有 种族歧视的报道 除了华裔群体 纽约部分官员 非裔拉丁裔民意代表委员会成员 也现身当天的抗议集会 要求福克斯发表正式道歉 撤下这条新闻 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视线聚焦韩国 来看 这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 这些都是十一黄金洲期间 计划去韩国 冀州岛旅游的中国游客 不过 他们的行程并不顺利 他们待的这个地方 是冀州国际机场的一个小屋 从2号开始 已经陆续有上百名中国游客 因为入境遭拒 滞留在了这里 并被限制活动 那么 这些游客 为什么会被拒绝入境呢 根据韩方规定 滞留的中国游客 必须乘坐原定返程航班 或者是改签原定航空公司的机票 才能回国 中国驻冀州总领馆 跟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 进行了协调 并与韩国公司沟通 现在 滞留人员正在陆续返回中国 中国游客免签 但是免签不代表 你都可以进入 它可以不公开的理由 拒绝你入境 韩国方面他们有这样的权利 中国驻冀州总领馆 提醒广大游客 入境时一定要准备好行程单 酒店预订单 往返机票等有关材料 再来看法国 最近在巴黎近郊的 塞纳圣德尼省 一起抢劫案的判决结果 让当地华人士拍手称快 今年3月份的 当地三名20岁左右的青年 驾驶汽车 跟踪华人周姓夫妇 在周先生下车的时候 冲上前 殴打周先生 并且抢走了他随身的背包 三小时之后 同一批嫌犯 在一家餐馆的地下停车场 毫无原因地 对一个华裔家庭大打出手 今年4月份 这批劫匪在试图 抢劫一家华人商铺的时候 被警方抓获 庭审当天 法院分别判处三名嫌犯 12到18个月的监禁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三名嫌犯的罪名当中 明确地提出了 种族攻击 这个犯罪事实 欧洲时报认为 这个判决结果也标志着 在法华人遭受 种族攻击的事实 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得到确认 这个案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 也被认为是当地华社的一次胜利 因为就在本案判决前不久 旅法华人张朝霖 遭暴力抢劫 并且被殴打致死 当地华社发起了数万人 反暴力要安全大游行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 池万生表示 以前华人受到种族攻击 犯罪嫌疑人经常是前脚抓进去 后脚就放出来了 张朝霖案发生之后 当地警方开始重视华人被抢案件 这与华人同胞的奔走呼嚎 是分不开的 视线聚焦美国 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 季欣然惨遭杀害一案 最近又有了新的进展 近日 洛杉矶市中心刑事法庭 对本案的嫌犯之一的 谷爱瑞罗进行了陪审团 临选和开庭陈述 季欣然家人的代理律师 蔡文慧 她表示 对于此案的四名被告 检察官已经表示 不会追究死刑 与季欣然素不相识的留学生 赵同学说 我不同意有些人呼吁 因为嫌犯年纪小 就对他们从轻判决 因为这起案件的判决 将会成为未来的判例 那么中国留学生群体 在美国就太弱势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能够 对嫌犯给予言处 2014年的7月24号的晚上 24岁的中国留学生 季欣然在回家的路上 遭到暴力抢劫 被人用棒球棒 重击头部 因伤势过重 第二天清晨 被发现死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里 四名犯罪嫌疑人 随后被洛杉矶警察抓获 19岁的嫌犯加西亚 在做笔录的时候 提到抢劫季欣然的原因时 竟然说因为他是中国人 他肯定有钱 这引起了华社的一片华人 这几天呢 很多华人也是通过各种方式 呼吁更多海外同胞 关注这一案件 这就是当地华人 为了这次开庭审理 而建立的一个微信群 我们从开始 就一直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呈现 也组织过募捐 两三次的募捐 当时就捐款三万 国外瑞罗 也是本轮庭审当中 第一名受审的嫌犯 蔡律师表示 尽管校方以及律师代表 一直在尽力推动庭审 尽快进行 但是由于迟迟没有拿到 另外几名嫌犯的DNA检测结果 对另外几名嫌疑人的审讯 预计将会在11月进行 再来看南苏丹 画面中的这位呢 他叫邓燕武 是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 维和步兵营的参谋长 在前不久的长途巡逻任务当中 一次车辆故障 就让他是捏了一把汗 那是今年的三月份 中国维和步兵营结束了 在西蒙德里县的长途巡逻任务 准备返回猪八大本营 可是没想到 车队刚刚行驶了 大概有十多公里 一辆突击车 就出现了故障 邓燕武呢 赶到故障车辆的位置之后 立刻就意识到 这个位置 恰恰是当时 来西蒙德里县的时候 食品冷藏车的车胎 被扎破的地方 再加上道路两侧 就是被抢劫 肥毁的车辆残骸 而且当地地形复杂 急易遭遇伏击 因此我们应快速离开 保障组的修理工 告诉邓燕武 要修好突击车 必须更换零件 可是零件只有 猪八大本营才有 而故障地点 距离猪八有170公里 车队不可能原地等待 怎么办呢 于是邓燕武决定 让不战车 拖着出故障的突击车 跟在车队的后面 缓慢前行 同时将这一情况 报告位于猪八的大本营 请大本营从突击车上 卸下背剑前送 最大限度压缩 车队在路上的时间 就这样 大约7个小时之后 车队终于是顺利地 抵达了中间地 罗肯附近 并且更换了零件 邓燕武 今年38岁 河南人 是去年年底 抵达南苏丹的 我们再把视线 转向中国香港 画面上 这些都是香港 跳绳队的队员们 在前不久 瑞典马尔默 举行的世界跳绳锦标赛上 他们三分钟内 跳了671下 比原来的记录 多了68下 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 何祝廷 就是香港跳绳队当中的一员 他说自己参加比赛的时候 压力是非常大的 只要有0.1秒的失误 那么总成绩分数 就可能会被其他选手超越 跳绳运动看起来容易 但是你要成为世界级的高手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训练当中 何祝廷也没少受伤 最严重的就是应该是 有一次打着空翻 我的手 因为我打的时候 转得太坏 我设了平衡 然后我的手打在地上 那时候我好像 休息了两个多月 才可以完全地康复 在香港跳绳队的影响之下 很多香港市民感受到了 跳绳这项运动的新的乐趣 希腊宪法广场 是雅典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而如今的很多中国游客 来到这里 除了要观赏历史古迹之外 更是为了来这里的一家中餐馆 干嘛呢 一饱自己的中国味 那么这家餐馆 又是用什么法宝 来满足这些中国游客的呢 来 我们把视线聚焦希腊 画面当中的这家餐馆 就是位于希腊雅典 宪法广场的精品时尚餐厅 满足了众多中国味的法宝 你看 就是这样的招牌菜 四川水煮鱼 滑嫩的鱼片上面 是一层火红的辣椒 光是说就让人是直流口水 味道特别的好吃 然后鱼特别的滑嫩 然后没有什么刺 总体来说真是不错 味道特别正宗 我觉得这味道非常好 在国内吃跟这吃是一样的 那么这道鲜香滑嫩 口味正宗的水煮鱼 是怎么做成的呢 你看 画面当中的这位呢 就是餐厅的厨师陈志成 陈师傅介绍说 传统的水煮鱼啊 一般都是要用合鱼来制作的 可是在希腊却很难找到合鱼 为此餐厅老板陆翔 还展开了一次鱼类选秀 但是我们就试了很多种鱼 海鱼啊 只能有海鱼没办法 所以就是最后选中了 这海鲁鱼 就口感比较滑润一些 好一些新鲜一些 而这水煮鱼的鱼肉 是否能够入味 和鱼肉的处理 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整条鱼 先要将鱼头 鱼骨 鱼尾 还有鱼肉分别切好备用 然后呢 再加入盐 味精 鸡精 料酒等 调料来进行腌制 鱼头 鱼骨和鱼尾 腌大约15分钟之后呢 就可以入锅来炸了 而鱼肉呢 则需要和配菜一样煮熟 陈师傅呢特别强调 煮的时候呢 也绝对不能用清水 必须要用鸡架和猪骨熬制出来的 高汤来煮 制作水煮鱼的关键一步 那就是炒制辣料了 川菜类的东西 必须有几大类的东西 打个表是红油那个多巴酱啊 麻椒是最主要的 因为你没有那种东西吧 它那个味儿出来 为了能把这个味儿啊 能炒出来 陈翔呢会定期从四川 带来这些配料 在炒辣料的时候 往热油当中 依次放入密制的辣椒酱 干辣椒 辣椒面等等 边炒出香味 再把这热油 浇到刚刚煮好的鱼片上 瞬间就是香气四溢 在点缀上油绿的小香葱 一盆水煮鱼 就可以上桌了 老板陆祥是北京人 来希腊已经有十多年了 待在这里的时间越长 越发现 来雅典旅游的中国人 在吃了几天口味清淡的希腊菜之后 最希望能够吃到辣爽 够味儿的川菜 来犒劳一下自己的中国味 这地方缺一个中餐 但是我觉得这么一个 很简单的那个想法 我是开一个中餐 为咱们中国人比较多 给他们提供一些那个 就是咱们自己的饮食 再来看日本 你看 可爱的孙悟空 梅花鹿 各种各样的小人物 这些颜色鲜艳的便当 究竟是谁做的呢 你看 就是画面上的这位女士 她叫叶琳 今年39岁 出生于中国沈阳 她制作的便当 不仅样子好看 还非常的有营养 她也凭借着这些便当 成为了首位获得 日本爱心便当 最优秀奖大奖的中国人 叶琳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 大学毕业之后呢 来到了日本工作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种 但是呢 我们都是叫盒饭 到日本之后 我们就发现 叶琳 居然是里边 可以放这么多种菜啊 两个孩子上幼儿园之后 叶琳也开始 像其他的日本妈妈一样 为孩子制作便当 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 今年已经11岁 上小学6年级 孩子上幼稚园之后呢 所以我就觉得 她应该学一学 这方面的东西 她还经常呢 将中国元素 融入到便当里面 并且举办了多次 中日花式便当讲座 做便当呢 对我来说呢 和孩子的一种关系 比如说菜式呢 我会里边 比较多一些的放中国菜式 因为一定想让孩子 就是去熟悉 这种中国的口味 我们把世界呢 在聚焦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呢 轰动一时的 行李箱女尸一案 最近又出现了 惊天的逆转 澳大利亚警方呢 终于是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 而犯罪嫌疑人呢 正是陈女士的女儿 和她的前夫 今天7月份的 两名澳大利亚渔民 在珀斯北部的 天鹅河上 发现了一支行李箱 行李箱里面 装着一具女尸 以及一些陶瓷碎片 这个案子啊 曾一度成为悬案 用了9周的时间 直到上个月 澳大利亚警方 才最终确认了 死者的身份 是一名华裔女性 姓陈 今年57岁 生前呢 是一位艺术家 家境富裕 而警方呢 之所以能够 确认死者的身份 还是因为 死者陈女士的女儿 向警方报案称 母亲失踪了 就在9月下旬 警方确认了 行李箱中 陶瓷碎片的来源 陈女士啊 在7年前 曾经出售了一处 位于天鹅河公园 附近的房产 这些碎片 和这个房产 使用的瓷砖花色 是完全吻合 也正是凭着这个线索 警方才最终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陈女士的女儿 今年25岁 是陈女士 唯一的孩子 居住在墨尔本 死者的前夫 今年68岁 在十几年前 和陈女士离婚 两人已于日前 接受了庭审 法庭上的两人 都没有对警方的指控 做出辩护 也没有提出保释申请 我们再来看安格拉 画面上这位 浑身是血的男士 叫做胡文成 29岁 黑龙江人 在安格拉 从事卡车修理工作 几天前 他在街头 遭遇了暴力抢劫 最终因伤势严重 不幸身亡 当时 胡文成 与两名同事 驾驶的皮卡车 在安格拉 维也纳桥附近的 公路上抛锚 胡文成 与一名同事 试图修好皮卡车 另外一名同事 则去附近寻求帮助 突然 八名过路的劫匪 手里拿着长短刀 对他们实施抢劫 一名劫匪 拉着胡文成 另一名劫匪 用匕首 捅向了他 危急关头 在不远处的同事 赶过来 劫匪们才 一晃而散 安格拉总商会安防处 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之后 在通知群里发布了事故的地点 中国驻安格拉大使馆 也在第一时间与医院取得联系 并且督促医院全力救治 连日来 胡文成的遭遇 牵动了很多在安华人的心 当天晚上 许多人通过了微信 还有电话咨询情况 询问是否需要输血 或其他方面的帮助 目前受伤的杨某和赵某 还在救治当中 目光转向马来西亚 您现在看到的是 最近一个马来西亚 华人家庭庆祝生日的照片 画面正中间的 这位穿着红色衣服的男士 叫做陈美成 当天是他的母亲的生日 您注意看 照片后面站的这些年轻人 都是他的孩子 一共有12个 我告诉你 其实这12个孩子当中 只有一个是陈美成亲生的 其他都是他收养的 那么陈美成 为什么要收养这么多的孩子呢 原来 因为陈美成和太太杨金凤 结婚好多年之后 一直没有孩子 1970年 他在当地的一家孤儿院当中 收养了他的大儿子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有一年 当地孤儿院遭水灾 陈美成甚至一次 就收养了四个孩子 你看 这照片呢 就是孩子们小的时候的一张合影 11个孩子都来自不同的族裔 有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等等 他们同样都姓陈 而且同样都说汉语 如今12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 小女儿陈爱玲 更是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 再来看日本 从10月17号开始 中国公民赴日签证条件将会放宽 首先是签证有效期限的变化 商务人士和学者的多次往返签证 有效期从目前的最长五年 延长到最长十年 第二个就是简化了学生的签证申请手续 中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所属的本科生 研究生 以及毕业后三年以内的毕业生 在申请赴日个人旅游单次签证的时候 可以使用中国教育部直属大学 颁发的再读证明或者是毕业证书 来代替证明自身经济实力的文件 这也是继去年1月份 日本延长中国公民赴日签证 有效期限之后 又一次比较大的变化 目光再来聚焦新西兰 画面中的这个小镇叫做库马拉 位于新西兰的中南部 最近这里正在筹备建一个 华人淘金小镇纪念公园 而建造这个公园的土地 都是小镇上的本地居民捐赠出来的 原来库马拉曾经是 新西兰华人移民最早落脚的地方 他们大多来自广东四亿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 逃当地矿工逃过的矿坑 后来华人移民们的经济条件 逐渐好转 在这里买了很多土地 用来种植蔬菜 但是由于华人矿工们的生活方式 和当地人是完全格格不入 因此他们备受歧视 后来当地市政府还下令 剥夺了华人们的土地使用权 把土地转卖给了当地人 而如今为了尊重历史 那些本地居民的后代 又将曾经是华人淘金工 和华人菜农拥有的土地捐了出来 用于修建这座公园 今年最早来这里淘金的华人 我们再来聚焦秘鲁 画面上的这些图片 记录了华人劳工 华商社团在秘鲁的发展历史 今日为了纪念中国与秘鲁建交45周年 秘鲁中华通会总局成立130周年 秘鲁中华通会总局 举行了华人底壁历史图片展 今天这个活动主要是展示给我们的侨胞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侨胞 从当初到秘鲁以后 取在那种最低层的生活 干的是最苦力的工 到现在我们主义已经 拥有了秘鲁的主要社会 再来看日本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叫做中岛右巴 是最近举行的日本战争秘鲁论坛的 发起人之一 日本战争秘鲁指的是 在二战结束之后被遗弃在中国 后来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 目前在日本 这样的战争秘鲁有4000多人 当天论坛在日本东京 和中国哈尔滨两地同时举行 中岛右巴介绍说 这些秘鲁中年龄最小的 也已经70多岁了 可令人担忧的是 当年那段历史 却被日本社会渐渐地淡忘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论坛 能够呼吁日本民众牢记这段历史 十多年前 一位对汽车贸易一窍不通的女人 赤手空拳来到了俄罗斯大拼 如今她在当地的汽车配件业务 做的是风生水起 那么这中间 她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呢 来 走进今天的 《祝梦一带一路》 我们把目光聚焦俄罗斯 画面上这款车呢 是俄罗斯的爱国者越野车 是俄罗斯汽车的典型代表 也是俄罗斯民族工业的骄傲 在当地很受欢迎 不过 显为人知的是 这款车有很多零部件 都是中国制造 说话的这位女士的名叫耿小薇 是北京汽车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俄罗斯分公司的总经理 今年55岁 她说 自己从2003年开始做俄罗斯市场 到现在 有两件事让她感到非常自豪 一个是成功地将中国的汽车零部件 直接卖给了俄罗斯的整车销售商 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 那个爱国者越野车 第二件事呢 就是将北汽的零部件品牌 作为中国第一家自主品牌 推向了俄罗斯市场 而且还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原来是我们主动找人家合作 人家考虑我们 现在由于我们给她这些配套 她检验我们产品很好 她已经主动来访好几次了 她非常想跟我们合作 不过在十多年前 当耿小薇被公司 为以开发俄罗斯市场的重任时 她还是一名对汽车贸易 一无所知的人 她曾经在一所大学教授俄语 后来被调往中国 驻白俄罗斯大使馆 成为了一名外交官 直到2001年 为了孩子的教育 已经是40岁的耿小薇 才决定回国 一切从零开始 她回忆说 当她应聘进入北汽集团的时候 公司的俄罗斯业务 刚刚才起步 而且由她一个人负责 将国内的汽车零部件 要推向俄罗斯市场 而耿小薇面临的困难 远远不止这些 当时的俄罗斯人 对中国的汽车制造工艺 不但不了解 而且缺乏信任 为了找到第一家合作的客户 她每天像大海捞针一样 打电话 发邮件 但几乎都石沉大海 这怎么办呢 龚小薇改变了她的策略 一方面邀请潜在客户 来中国考察 另一方面 尽可能多地为对方 选择符合要求的产品 这样的策略果然奏效 不久之后一家汽车零部件厂 成为了她在俄罗斯的 第一个客户 这客户是有了 但是真正的考验 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就在产品 进入俄罗斯市场不久 耿小薇接到了来自客户的投诉 说她提供的汽车 前大灯质量是严重不过关 不但经常有雾气 而且还会变形 刚开始 耿小薇一直琢磨不透 问题究竟出在哪 于是她决定找个业务员跟车 经过了长时间的观察 最后发现 都是俄罗斯的严寒的气候惹的祸 后来才发现 因为俄罗斯的使用条件太恶劣了 因为她冬天一开车的时候 她前面那些雪 你要杀就啪就哭到前灯上 而且她的反规是 那个灯永远是开着的 日行灯一定要开的 它开着又烧又呼着 它那热量散出去 然后就变形了 于是 耿小薇将这个问题反馈给了国内的厂家 要求更换制作大灯的材料 就这样 为了更好地开发俄罗斯市场 耿小薇几乎对每个产品都进行了改良 正是这样贴心细致的服务 给耿小薇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今俄罗斯分公司的员工 也由最初的耿小薇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有20多人的专业团队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摸索出了一整套服务流程 从开始的产品图纸设计 到最后的售后服务 每一个环节都确保万无一失 现在耿小薇把更多的精力 都放在了北汽自主品牌 在俄罗斯的推广上 她说经历了去年 卢布贬值带来的销售低迷 这次她又一次改变了策略 希望可以抓住行业洗牌 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双重机会 将北汽集团的自主品牌 介绍到俄罗斯 我在推广之前尽量发挥我的作用 一个是北汽制定这个目标 能完成多少完成多少 因为我基本上毫无保留 把所有的自己的一些经验也好 或者是一些体会 我们也能够跟大家去分享 好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是这些 预约收看在线会看华人事件 请你关注CCTV4 官方 微信 微博 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 再会